业务员 如果你还将客户加入这两个平台 那你就是把辛苦开发回来的客人 免费送给同行 让你的竞争对手 轻轻松松整晚捧走 嗨 我是国际超级房仲和业务品牌学院的创办人Zek 跟你讲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位同行跟我说 Zek你知道吗 我其实跟你一样 只要坐在办公室里面 不用跑客户 不用花广告费 一样也会有客户 但我还不用像你这么辛苦 得花很多时间跟心力去做网路内容 我当时只觉得对方在唬烂 于是我问他是怎么办到的 他说 很简单啊 现在那些年轻中介都会开赖群组或脸书社团 里面都是他们开发回来的客户 我只要在里面私讯他们的客户 然后服务费报便宜一点 很多客户就会跑来我这边了 OK 这个案例让我们学到什么道理 第一 如果你的客户都是求来的 如来的 花钱打广告买来的 那么这种欠缺忠诚度的客户 只要有更便宜的选择 就会像变了新的前女友一样 回不来了 第二 如果你把辛苦开发的客户 放在这种不安全的地方 就会像个没有栅栏的果园 任何人都可以随随便便进来采 所以说 如果客户对你没有忠诚度 你还将客户放在这种门户大开的地方 那么你越努力 反而帮同行的业绩越好 让同行越感谢你 不是吗 关于第一点 客户忠诚度的问题 我会在影片最后提供 教你如何获得忠诚度高 而且信任感也强的被动客源 还不需要花一块钱 在广告费上的免费方法 所以今天的影片 请你务必要看到最后最后 至于第二点 为什么把客户放到 LINE群组或脸书社团 就等于邀请同行来 免费开发你的客户 以及还有另外两个工具 也是业务员很常使用 但我非常不推荐你用来管理客户的原因 这些影响你的辛苦 或被变成白费的理由 我将会在今天的影片 一一对你说明清楚 哦对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点开5的影片 这里是专门叫业务员 又个人品牌成交的教学频道 偶尔会兴趣使然 分享一些破解买房民 适合房仲话术的影片 如果你对这类主题有兴趣 请你在影片开始前 先把订阅和开启小铃铛的按钮 给按到烂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 能避免自己一辈子 得跪着赚钱的最新资讯哦 我们立刻进入重点 通常我们业务在跟客户接洽时 无论是B2C还是B2B 我们都会习惯跟客户加LINE 方便后续联系和销售 然而 当你业务做得久以后 就会发现私人LINE里面的客户和群组 越来越多 变得难以管理 特别是当有重要资讯 或促销讯息要通知客户时 用手机的LINE一个一个转传 或者用电脑LINE一个一个点开 在一个一个复制贴上 真的很麻烦 很浪费时间 没错吧 于是 为了让发讯息变得更快更有效率 业务员就会考虑将所有客户 汇入以下这四种破洞工具内 尤其是LINE群组和脸书社团 殊不知 这四种工具 反而让竞争对手 直接将你的努力成果给整碗捧走 一点都不夸张 那么 究竟是哪四种工具 会成为你业务失业的巨大破洞 甚至害你多年的努力 在一夕之间直接归零呢 破洞工具一 LINE群组 这么多管理客户的工具当中 我最最最最不推荐的第一名 就是LINE群组 我还宁可花时间一个一个慢慢传 也绝不会傻傻开一个LINE群组 来管理我的客户 怎么说呢 首先 LINE群组最大的优点在于方便 让客户加进来很方便 你要传讯息也很方便 大家讨论话题更方便 如果有热门商品 大家热络的讨论或下单时 也能带动更多的销量 但LINE群组的缺点 却远远大于它的优点 首先第一个缺点 就是只要有人在LINE群组内 抱怨你的服务或商品 或者就是故意黑你 挑衅你 只要这种情况发生 也许其他客户不会吭声 但无论你在里面怎么解释 其他客户对你的好感 一定会大幅降低 其次 你在群组里面分享的重点讯息 一下子就会被众人的对话给洗掉 导致你的重要讯息 根本无法有效传给客户 甚至客户可能根本不会看到 想想你的LINE里面 每天得接收多少讯息 但你每一条都会仔细阅读吗 再来第三个重大缺点 就是只要有同行混进来 就可以一个一个去私讯你的客户 就像开场的那个同行那样 等于你花钱花时间 辛辛苦苦一个一个开发回来的客户 同行就直接整晚捧走了 这应该不会是你想要的结果吧 最后第四个缺点最恐怖 那就是翻裙 有些恶劣的同行 或跟你有过节的客户 可能会使用翻裙机器人 趁你无法防备的深夜 把你所有的客户全部踢出群组 让你多年来的心血 在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 而且对于这种风险 你几乎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此身为业务员的你 绝对绝对不要将你的客户 傻傻全部放到赖群组内经营 否则 你唯一能得到的 就是同行的感谢 很多业务员会说 我才没那么笨呢 我当然知道赖群组超危险 所以我用的是更新的工具 赖群 它一样有赖群组的优点 但完全不必被反开发或者被翻裙 我只能说 聪明反被聪明误 一知半解真的比不知不觉更可怕 你要知道赖群 是设计作为匿名讨论区用的 不是设计给业务员进行客户管理或销售用的 赖群唯一的好处 就是跟赖群组一样 好商品让大家热烈讨论 较量就会提升 还不必担心有翻裙风险 这样听起来很完美 但是用赖群管理和经营客户 效果比赖群组更糟 怎么说呢 首先第一个缺点 如果有人在社群里面批评你的商品 攻击你这个人 不但一样会让客户对你的好感度降低 而且你还搞不清楚攻击你的是谁 第二个缺点 则是你很难很难进行主动销售 因为赖群是匿名讨论的工具 所以我们无法在赖群内提供赖ID或电话 任何私人资讯都会被系统挡住 因此 当你在社群内 发现某位客户很有机会时 你该怎么主动展开一对一的销售行为呢 你只能在众目睽睽的社群内 用很婉转 很突兀的方式 公开询问那位客户的联系方式 让所有人都看见 你准备对某人进行销售了 而被你询问的客户也会变得很尴尬 防备心也会变高 因为他还没有主动要求你的服务 如此一来 你主动展开销售进攻时 难度与门槛马上就被拉得非常高了 你的成交率 当然就会跟着大幅下降了 没错吧 破洞工具3 脸书社团 现在一定会有业务说 哼 我早就知道赖群组跟社群有问题 所以聪明的我 早就在用脸书社团管理我的客户了 的确 在管理客户这方面 脸书社团确实比前两者更出色 用脸书社团管理客户的优点 在于你分享的内容或商品资讯 不容易被大家的讨论而洗掉 讨论热络也同样能提高销量 此外 有些业务员还会将社团设为私密 来避免同行混入 大大降低被反开发的几率 就算遇到有心人士来乱 也可以封锁和剔除 另外 对有机会的客户主动展开销售公式 在脸书内直接进行私讯 也是相当私密的 但为什么我也把脸书社团列为破洞工具呢 首先第一个缺点 就是脸书社团的触及率很低 你在社团内发布的讯息 客户不见得会被脸书平台通知到 第二个是年轻客群很少 非常不适合TN是年轻人 尤其是年轻女性的产业 第三 是现代人使用脸书社团的频率 越来越少 拿你当例子就好 你平常没事也不会主动去点开你参加过的社团 更不会特别去看业务员po了什么推销讯息 对吧 最后第四个缺点 则是同行要混入你的脸书社团 其实也不是什么多困难的事 只要同行花点心思混进来 你这些辛苦募集来的客户 一样是不设访的自助餐 破洞工具是 Discord 影片看到这边 一定会有年轻的业务笑说 哼 只有你们这些老人才会用like跟脸书 我们年轻人 早就在用Discord经营客户了啦 而且上述那些工具的缺点 Discord全部没有 我们年轻人 果然比你们这些老人更聪明 哦 真的是这样吗 先看看Discord的优点 Discord在讨论事情确实很方便 讨论热络一样的提升销量 使用界面清除又有逻辑 过去po的重要资讯也不容易被讨论洗掉 万一有人恶意攻击我们 要封锁这种有心人士也很容易 这样听起来 Discord似乎没有什么缺点 但为什么我仍把Discord列为破洞工具呢 答案非常简单 那就是 你有听过Discord吗 你有用过Discord吗 Discord非常不普及 就是它唯一的致命缺点 你可以问问看身边的同事和家人 应该一堆人根本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 如果正在收看影片的你 也从来没有使用过Discord的话 请在留言区写下 我没用过这玩意 看看有多少人留言 年轻业务就能明白这个缺点有多致命了 所以你看 Discord的普及率这么低 你要怎么要求你的客户 尤其是年长的客户 去安装一个自己完全不习惯的工具 就为了让你这个业务远发吞销讯息 客户一定会跟你说 这个太麻烦了 为什么不直接用Line就好 于是 即便Discord功能再强 但最终却落得没有客户加入的下场 一点意义都没有 更何况 Discord也解决不了同行反开发的问题 所以年轻的业务 你真的要继续坚持 用不符合客户习惯 还一样会被同行反开发的工具 来管理你的宝贵客户吗 这种没意义的坚持 真的对你的业绩有帮助吗 感谢把影片看到这边的你 既然业务员第一直觉会想到的四个工具 都是无法满足我们提升业绩 解决被同行反开发的需求 那这样子 难道我们就只能用土法炼钢的方式 继续用私人Line 然后一个一个传视讯给客户了吗 当然不是 现在就让我来推荐两个 我自己在做业务员 以及我现在在经营线商课程时 我使用的客户管理工具吧 推荐管理工具一 Line官方账号 以前我还在做防纵时 所有通过自媒体上门的客户 我都将他们导入Line官方账号内 也就是以前我们称为Line8的地方 目前我在教业务员收集与耕耘客户的工具 也都是使用它 Line8只有两个缺点 第一个就是费用并不算低 但没办法 他们就是因为效果够好 所以有那个条件卖贵 然而 对刚起步的你没差 因为新手的轻用量免费方案 初期每个月200折讯息 已经绰绰有余了 等你客户累积到有200人以上 再升级到中用量就好 中用量的3000折讯息 够你使用非常非常多年了 除非你像我一样 名单已经超过3000人了 那么才要申请每个月1200元 6000折讯息的高用量方案 当你的Line8内 有超过3000名有效客户时 你应该也不会在意 每个月那1200元的成本了 认同吧 Line8的第二个缺点 我认为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缺点 那就是Line8无法主动加入客户 必须让客户主动来加我们 因为系统不希望我们业者 用烂加客户的方式去发讯息打扰人 因此 你看到每一位经营Line8的业务员 里面的好友数量 基本上就是扎扎扎实实 被多少客户主动加入的成果 正因为如此 我才在之前这部影片提过 为什么我是用Line8的每个月好友新增数量 来作为业务员个人品牌的量化成果 因为讲个最简单的道理 没有人会没事去加一个业务员的Line 然后给对方烧找自己的机会 对吧 一定是这个业务员够有料 够有价值 消费者才会主动愿意去加他 讲完了两个不太算缺点的缺点以后 就是要来谈谈为什么我和我的学生们 都只用Line8的优点了 首先第一个优点 Line8的互动完全私人 私讯的讯息 只有你和客户彼此看得到 有同行讲你坏话 也只有我们看得见 不会影响任何客户 第二 由于互动完全私密 无论业务有再多的客户名单 同行都不可能接触得到 从根本上解决了同行反开发的风险 第三 台湾人使用Line的频率超高 也许你可能一整天没时间看点书或IG 但几乎不可能一整天都不看一支Line 因此Line8的私讯或群发讯息 几乎就确保了所有客户一定会收到 效率非常非常好 第四 Line8的自动回应功能超方便 你只要正确设定好欢迎讯息 以及关键字的自动回应 那么基本上 Line8就等于是我们业务员的网路助理 在我们工作忙碌 或放假陪伴家人时 他都会自动过滤上门客户的需求 并且帮我们一目了人知道 这个新客户是需要马上处理的A级客户 还是有空再联系的C级客户 所以说 Line8在管理客户上有这么多强大优点 安全性也最高 这就是为什么我教我的学生们 一定要将所有的网路客源 都导入Line8来管理 作为各种品牌销售漏斗终点的原因呢 推荐管理工具2 Email订阅行销 我知道我有很多业务员粉丝 来自大马 美国 加拿大 或其他没有使用Line器官的国家 如果这个地区的客户没有使用Line的习惯 难道就只能回到前面四个破洞工具吗 当然不是 因为Email订阅行销 到2023年都还是世界主流 千万别杀杀以为Email是过时的行销方式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进步 现在Email系统都能抵挡大部分的垃圾邮件 和夹带病毒的信 让Email行销的品质提升超多 我目前销售业务品牌学院 也是用Email订阅进行销售 以Email行销的优点来说 只要你有使用正确的工具 例如我现在使用的ConvertKit 就可以在客户订阅我的Email后 让系统按照我指定的时间顺序 自动寄送排存好的邮件给客户 自动化的进行销售和耕耘客户 如果想要单独发信件 也可以独立排存寄出 使用上都非常弹性 而且隐秘性非常好 再加上每一封信都是单独寄给客户 其他人完全看不到 也从根本解决了同行来反开发 或攻击我们的问题 所以使用Email管理我们的客户名单 是非常安全又有效的行销方式 当然Email行销也是有缺点的 首先 比较大的缺点就是你寄给客户的第一封信 有时候会被系统误判为垃圾邮件 所以你要额外提醒客户 如果没有收到我们的信 记得要去垃圾邮件内翻一下 另一个缺点 是这类工具通常收费也不低 撇除业务新手初期使用的免费版以外 等你的订阅者来到1000人左右时 年费大概是7500元 3000人订阅大概是12000 像我目前客户已经超过8000人了 所以我的年费差不多是3万元左右 不过 这边跟Lighter的情况相似 如果你有办法跟我一样 拥有8000名订阅你email的目标客户 你也不会差那3万块的年费了 认同吧 以上就是我分享四种 业务员千万不要用来管理客户的破洞工具 以及我针对台湾和其他国家的业务员 可以选择的两种安全又有效的强大工具 然而 你要知道一个道理 买再大的保险箱 里面没有钱也没意义 就像是你现在没有大量客户上门 没有流量进入你的自媒体内 那么 给你再好的客户管理工具也没意义 不是吗 所以回到影片开头讲的关键点 该如何获得忠诚度高 成交率也高的A级客户 而且还不需要稍存款读广告成效呢 做法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 网路市场就是最大的市场 因此我们要利用精准曝光的技能 让目标客群能看见你 再通过你创作的高品质内容 免费的帮客户解决问题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让客户信任你 喜欢你 对你产生共鸣 如此一来 在客户长期得到你的免费帮助 又没有被你推销的情况下 当他们有需求产生时 你觉得 客户会选一个来路不明的陌生业务员 还是会选择 长期帮助自己的你呢 这时 再通过领取进一步的免费诱饵 就能让客户主动加入你的LINE 或者订阅你的email 你看 客户不就自己上门了吗 通过这种自动化模式 就能让网路上的客户 源源不绝主动上门指明你 而身为业务员的你 只需要在有空的时候打开LINE 或email 看一下有哪些新客户上门了 然后把最A级的客户优先约出来就好 这个 就是为什么个人品牌 能帮业务员带来大量被动客源 让业绩有机会翻倍的商业模式 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对吧 难只是难在 很多人都没有耐心 或者不知道该怎么正确执行罢了 如果说 你已经对说谎骗客户感到厌倦 已经受不了对客户低声下气的自己 不希望一辈子只能靠卑微的服务 祈求客户施舍自己一次服务的机会 而是希望可以站着把钱给挣了的话 那么在这媒体上经营个人品牌 就是现代年轻业务员的唯一机会 因为画面上这些 每个月能被动获得20组 50组 甚至80组以上被动客源的学员们 就是你能眼见为凭的成功案例 如果你也跟他们一样 不需要外出发传单 不需要花钱读广告费 只要坐在办公室里面 就有这么多充诚度高 而且数量就这么多的免费客源上门的话 可以点看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位连结 注册你的姓名和email 就能领取一部付费集的 69分钟个人品牌教学影片 帮你建立正确的行销观念 改善你整天瞎忙 导致白费时间的现状 我还会免费送你一份 原本是给付费学员的PDF档 个人品牌SOP发展清单 里面会用83个具体小步骤 帮你从零开始 建立一个像我们一样强大的个人品牌 也解决你坐在电脑前面 脑袋却老是一片茫然的问题 而且到这边 你也看到了吗 这部影片 就是我怎么开发客户的具体模式 我针对你的需求和痛点 运用正确的曝光技能 让你搜寻到我 看见我 再用高品质的内容帮你解决问题 并且让你把影片看到这边 还让你产生了想订阅我email的念头 领取我的免费诱饵 一切就是这么自然又理所当然 只要你也能将我这套高收入技能学会 那么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让网路市场的网路客源 就这么理所当然的变成你的客户 你的业绩 所以我想询问你 关于客户管理这方面 你目前最希望达成的目标是 A.我希望可以赶快改用LINE AT或email 否则我的客户都要被同行整晚捧走了 B.我收集了很多客户 但不知道发什么内容 才能让他们想找我服务 C.我还在用直本笔记管理客户名单 这种老派做法真的不行吗 D.如果欠缺有效率的开发客户方式 用什么工具也没办法赚钱啦 连同行也懒得来反开发 1.别再讲了 我来这个频道是为了看猫的 F.其他 请把你目前的想法留言在下方 你的留言我全部都会亲自看过 如果是个人品牌的问题咨询 我也会百分之百亲自回复你哦 所以说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部影片对你有点点正面帮助 或者觉得刚睡醒的Cookie很可爱的话 只要按下喜欢就可以收藏这部影片 然后按下订阅和开启小铃铛通知 接着顺手将这部影片分享到你的脸书上 让身边从事业务工作的朋友们知道 千万不要再拿今天讲的四大破洞工具来管理客户 否则不大会很难很难成交 还让自己辛苦努力的成果 都直接被同行整晚捧走了 导致你越努力投降的越基就越好的下场 最后 如果你还想看更多个人品牌成交的免费干货 左上角是我的IG 除了我的YouTube影片外 我花最多心思在分享干货的地方 就是我的IG现实动态 如果是私人问题想询问 都一路用IG的私讯哦 如果想看Cookie平常撒娇的样子 也可以加入右上角的Cookie IG哦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国际超级房仲Zek 他是碎眼惺忠的魔兽Cookie 我们下周四晚上九点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